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被正式录取 女主是欣喜若狂 第二天她就按照地址来到了郊外的一栋别墅 在门口看到了面试自己的冷漠婶 还有一个大胡子 看样子胡子书应该是冷漠婶的司机 冷漠婶叮嘱了胡子书几句就离开了 接着胡子书就带着女主走进了房间 然后给她讲了这里的布局 以及女主需要注意的相关事项 最后她提出要拿走女主的手机 女主对此很不理解 胡子书解释道 这里的一切都有专人伺候 不用担心生活问题 而金书很不喜欢底下的人泄露她的生活细节 所以禁止人们拿手机 女主一想大作家嘛 都有些个性 也就只好同意了 接下来胡子书让女主自己一个人转一转 待会儿会有人带她去见金书 而女主也真不拿自己当外人 一个人倒上红酒自嗨了起来 这时她忽然看到二楼走廊的尽头 有一扇浅蓝色的门 而这扇有些破败的门和这个装修考究的别墅 显得是格格不入 女主很是好奇 刚要推开看一看 这时身后传来了一个男人的声音 女主一回头就看到一个儒雅的中年大叔 而更让女主惊奇的是 这个大叔说自己就是大名鼎鼎的作家金书 女主开心的都有些语无伦次了 在偶像的面前 他慌张的就像个小学生似的 好在金书并不是想象中的那种怪脾气 显得很是和蔼可亲 特别让女主暖心的是 他连女主的生日喜好爱看什么书 甚至在创作小说的事都知道 虽然这些都是面试的时候他告知冷漠事的 但这么大的作家能记住自己这么多的信息 还是让女主感觉受宠若惊 接着金书开门见山的说道 让女主来并不需要他干什么活 只要他接受一项测试就行 而报酬除了高额的工资以外 他还可以和金书一起成为新书的共同作者 而这项测试叫做恐惧测试 原来金书准备创作一部恐怖小说 但思路却陷入了瓶颈期 他需要观察人在受到惊吓时的各种表现 以及心率血压的变化 来确定哪种桥段最吓人 最能够让读者害怕 而经过面试 女主最符合她的要求 首先 女主是金书的忠实粉丝 对金书的安排不会抗拒 其次 女主从小被父母遗弃 和妹妹相依为命 性格敏感多疑 特别是在妹妹离家出走以后 更是变得更加脆弱 所以很容易接受恐惧心理的暗示 听了这些 女主的内心是五味杂陈 感觉自己被人看光了一般 她想拒绝 可对金书开出的优厚条件 实在是难以拒绝 特别是共同出书这一点 于是女主答应了这些条件 而测试很快就开始 为了保证惊吓的效果 金书并没有告知女主会有什么内容 结果女主入睡的第一天的晚上 就被床下出现的恐怖死尸 差点吓得尿了裤子 我了个去 这道具做的也太走心了吧 而接下来的几天 女主又被镜子里的鬼影 水龙头里的血水 走廊里的女人 吓得是七荤八素 而每次惊吓完 金书都及时的测量女主的心率和血压 不过这些小把戏 渐渐的对女主失去了作用 女主的心态是越发的平和 而金书的创作又陷入了瓶颈 但女主的创作能力却有了很大的进步 这间金书说测试要进入第二阶段 她给女主戴上了类似防毒面具的东西 并注射了一种不明的真迹 女主很快就昏睡了过去 过了不知道多久 女主苏醒了过来 起身后却并没有看到金书的身影 而是听到二楼传来了女人的哀嚎声 女主小心的走上去查看 结果看到自己的妹妹小丽 被一个强壮的男人打得遍体鳞伤 女主想冲过去救妹妹 但却怎么也动不了 并且感觉呼吸越来越急促 女主一挣扎醒了过来 原来女主还戴着防毒面具躺在病床上 金书兴奋的告诉女主 刚刚女主的心率和血压都达到了新的峰值 很显然是看到了什么可怕的东西 接着女主讲了自己妹妹的故事 说那一年 妹妹和自己吵了一架后就离家出走了 后来就音信全无 她怀疑妹妹是被某人囚禁在了某个地方 过得真不如死 女主为此一直很自责 她想淡忘这件事情 但刚刚在梦里 她清楚的看到了妹妹的惨状 并且感觉妹妹就在自己的身边 而金书越听越兴奋 还一边不停的记录 这引起了女主的反感 她感觉金书是在利用自己的痛苦 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并且金书安排的那些恐怖桥段 有不少看起来像真的一般 特别让女主不能忍受的是 金书居然悄悄的在她的房间里安装了摄像头 女主想逃离这里 于是她趁着三更半夜 偷偷的跑出了卧室想要离开 这时那扇蓝色的门后面 突然传来了女人的哀嚎声 女主撞着胆子打开了门 发现这是一个地窖 顺着楼梯走下去 居然发现了一个满身伤痕的女人 而这个女人正是女主的妹妹 女主也是崩溃了 自己最崇拜的偶像 居然是个变态的罪犯 她正要救妹妹出去 忽然就晕了过去 等到再次醒来 女主又来到了金书的实验室 金书让女主说出自己看到的景象 女主并没有答话 然后趁金书不注意跑出了实验室 金书赶忙就去追 而女主顺势将金书锁进了蓝色的门 然后来到了金书的书房 找出了门的钥匙 顺势拿走了金书的手稿 但女主还是迟了一步 一个戴面具的镖形大汉截住了女主 幸好女主提前藏好了一把小刀 转身就将大汉给割喉 摘掉对方的面具一看 原来是胡子书 看来这一切是有预谋的团伙作案 而女主本来是可以逃走的 这时她忽然想到了地窖里的妹妹 于是打开了蓝色的门准备救人 金书冲过来阻止 被女主打伤 金书慌忙的对女主说 这一切都是假的 赶紧停手 她的妹妹根本就不在这里 自己只是想利用药物 迷惑女主的心智 想让女主说出更多可怕的事情 来提供给自己写作 而大汕文的后面真的什么也没有 然而女主认定金书是在撒谎 将她给绑了起来 也带上了那些心率血压测试仪 逼着金书说出实话 如果不讲实话就切掉她的手指 结果女主硬生生的切掉了金书四根手指 这时蓝色的门打开 从里面走出了冷漠婶 原来冷漠婶是金书的老婆 而蓝色门里的女人的哀嚎 其实是冷漠婶营造的假象 目的就是勾起女主内心的恐惧 看到血肉模糊的胡子书 和被砍掉手指的丈夫 冷漠婶是崩溃了 于是冲向了女主 而女主来不及多想 一砍刀就砍死了她 金书意识到女主已经疯了 她也不敢再刺激女主 等命运的安排 没想到女主竟然打开了门 放金书离开了 画面一转 电视台的演播大厅里 新静女作家的女主 正在参加一期访谈节目 她以亲身经历为题材 写的恐怖小说 一经推出就大受欢迎 大家都被女主 勇斗变态作家金书的一举表示钦佩 而这时画面回到了那栋别墅 金书捂着断手 逃出了别墅 没走几步 就被身后的女主给砍死 接着女主打电话报了警 警方认定女主是正当防卫 接着媒体就开始铺天盖地的宣传这起案件 影片的最后 女主讲述完自己的经历后 对着镜头露出了骄傲和诡异的神情 故事到此结束 听了解说的小伙伴 估计是一脸的问号 这是拍了个啥 但涛哥却觉得本片拍出了片名的精髓 大家想一想 影片从一开始其实就是女主的讲述 她的一面之词到底是真的假的 或者哪些是真的 哪些是假的 我们并不知道 反正其他人都死了 也许一开始就是女主布的一个局 目的就是借金书成名 又或许女主本身就患有精神疾病 因为后来女主被囚禁的妹妹 并没有再次出现 只是这真真假假 又有谁知道呢 好了 今天的电影解说就到这里 喜欢的小伙伴 记得给涛哥点赞和转发 如果你有想看的电影 也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涛哥 最后当然也别忘了点个关注 涛哥每天为你解说一部恐怖电影 全部承讯到这里 让我试图放来